请 苏局长 子彤他怎么了 你先进来吧 欢迎好 走 子彤离家处走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能不知道吗 你们两个都 你少说两句 你和子彤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是不是已经真的结婚了 打结婚证是真的 但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子彤他逼我 让我配合他 对不起啊 苏局长 让您失望了 子彤他任性胡闹 你也跟着胡闹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那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他 赶紧给我离婚 阿姨 你别激动 我跟子彤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很快就会去办离婚的 谢谢 既然你跟我说是子彤逼得你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一点都不喜欢子彤吗 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我想见过子彤的人 应该都喜欢他吧 到我进城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关心 让我觉得特别地温暖 我没有进城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我 说城里的姑娘 爱慕虚荣 追求物质 可是子彤她不是这样的姑娘 而且充满着正义感 对工作认真又负责任 我没有怎么读过书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她 我觉得 她像天上会飞的天使 而我就是站在水稻田里的农民宫 我从没有奢望想跟她在一起 只是偶偶抬头看看天 看她在快乐地飞翔 也觉得好幸福啊 好满足 说来藏规 我虽然是子彤的父亲 但你刚才 对子彤的这份评价 还是让我很意外 我刚刚也在问自己 为什么我就没有发现 自己女儿身上这些优点 多亏了你提醒我 看来我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女儿 要调整我跟她相处的方法 不管怎么样 今天谢谢你 您太客气了 我该不会真的喜欢她吧 你到底喜不喜欢她呢 她一边说喜欢我 一边又说要跟人结婚 她到底什么意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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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你自己在这儿念叨 什么喜不喜欢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啊 没有啊 哪有啊 你看那样哈 解释就掩饰 掩饰就有事 来吗来吗 说我听听 哎呀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了 总之呢 我不管开心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找她聊天 你说这算喜欢吗 这当然就是喜欢啦 哎怎么样 对方喜欢你吗 她 她好像说挺喜欢我的 那就在一起啊 可是她马上就要跟别人结婚啊 三角恋 你很空呗 对 所以啊 所以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了 别啊 要我是你 我就找那女的出来单挑 这爱面前人人平等啊 单挑 怎么挑啊 怎么挑 就约她出来 跟她说 我能给她 你给不了个幸福 你退出吧 哎呀你好肉麻呀你 哎呀 你听我的没错了 哎呀不行不行 这样我做不出来 什么做不出来 要为爱向前冲 哎呀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啊 亲爱的 看好你哦 哎呀好啊 妈 妈 妈 哎呀